1 2 You gotta live your life You gotta treat your right You gotta give it to the crazy appetite You gotta shake it up You gotta hold it down You gotta do all of the things right Make it smile 好亮 早安 他站就跳了 那麼急 哈哈哈哈 今天是我們在新家的第六天 我們昨天晚上住在伊犁 的伊寧 然後現在要出發去那拉提大草原 Let's go 我們要去抱小羊 然後騎馬還有穿傳統服飾 我們今天睡得比較 很晚 比較充裕一點 我們昨天10點多就到酒店 然後就叫外面休息了 然後今天也睡比較晚 今天11點才出發 我睡到10點半 我就電腦跑起來吃早餐 那早餐根本就可以 只能用潦草來形容 但我沒有拍耶 有跟沒有一樣 沒有辦法提供素材 反正我可以跟你們說 我看了一圈 我只吃了一顆蛋 一杯牛奶 跟一小盤差不多這樣的高麗菜 沒了 超少 超少的 不知道是我們太晚去 還是說他真的就這麼少 這樣 好 我們現在又在服務區休息了 他隔才咪5分鐘就蠻血腹的 出發 他說因為這台車 他好像就是每四個小時 他會就是 想吃讓司機休息 所以其實 我們也蠻常停服務區的 就差不多每四個小時 然後我們 屎尿也很多 對啊 一直想上廁所 坐車 沒有坐車 我還覺得坐著就想尿 我們昨天在那個什麼 山里木湖 我完全沒想上廁所 一上車 想尿尿 而且我完全幾乎沒有喝水 就完全都不敢喝水 在車上都不敢喝水 那我水還這麼大一瓶 我也是啊 我水還好一大瓶 我超好喝不完 回來 喝水 這是我第一次買的水 還這麼多 第六下的還長這樣 他原本在 原本這吧 他還喝這樣 這一罐是 2.8公升 2. 差不多2公升的水 還這麼慢 我看500號上喝不到 因為真的完全不敢喝水 因為飯店也會有小瓶的啊 晚上也喝飯店的水 對 主要是在路上的時候 本來是想在路上喝 但是發現路上真的沒有辦法喝這麼多水 不敢不敢 我們現在在酸奶專賣店 這邊有賣酸奶疙瘩 有甜的跟鹹的 我們就先吃甜的 然後還有這種單個的 比較小包裝 單個的 我們剛剛有買這個 我們吃這個 然後還有這種 1公升的酸奶 我們是買這個 小杯的 7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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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賣這種 甘老 但他都是1公斤1公斤 蒜的 我們買了滿滿當當的 酸奶系列產品 聽說這家我們是在大狀點名上看到的 他們說很好吃 我們現在要搭 區間車去 那拉提大草原 對我們要去這草原上 睡一奔跑 沒錯 我們現在是 沒有家長的狀態 耶 整台車找我們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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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心包了一台大巴了 喔 這個 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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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好可愛 空中草原 那拉提 好可愛 掰掰 請兒子 有很多小朋友 我們現在來到那拉提的第一站 天界台 觀景區 超級無敵 漂亮 但是 站到 走得有點喘 哇 好多了 我們要跑到 那邊 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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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嘿嘿 哈囉 這小羊很倔強喔 小羊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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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喜歡 不要勉強他 這隻草已經滿綠的了 小羊不喜歡 大羊不喜歡 小羊不喜歡 你好 You're going far away from here 我們現在到的是第二站田木台 這裡的草原跟雪山 一望無際 而且這邊還可以租民族服飾 很漂亮 只是我們剛剛在第一個點的時候 花太多時間了 所以我們這個點 只會停留20分鐘 現在要繼續前進了 ROTTO 還要尿尿 我們現在在租民族服飾的浴場店裡面 他這邊就是一排都是 然後均一價30塊才半小時 然後我們兩個在等 我們想要的那兩個套回來 差不多在等個10分鐘 他們走走停停 我們一直在觀察他們到底什麼時候要回來 對 因為我們其他人已經租了 這樣的時間會對不到一起 帶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就長這樣 對 這大部分都是哈薩克的 哈薩克族的 我現在要再加星球 再加星球 再加星球 我自己剃腰 好 來動那盒外套 我手舉不起來太緊了 欸 準備 好的笑 可以說 因為那個瞬間回來 這個瞬間就是要站起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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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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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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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這邊有 應該有吧 到新疆這是第一站嗎還是 沒有我們第六 第六天了 怎麼樣感覺 很美 很漂亮 其他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觸 很多自然風景 感覺這裡的動物都很自由 人都很親切 對 人都很親切 我們去吃飯 他們都會多送我們東西吃 對 台灣人在哪 上海哪個大學的 同濟大學 是 大幾啊 大四 這是我們的畢業旅行 對 我們剛剛被新疆本地的記者採訪了 他就是 問我們 來這邊的感受 然後我們從哪裡來 這樣 你看看他其實在旁邊好像 他有在拍我 他還蠻久 我有看到他在拍我 對 OK 我們穿完這個已經 功德圓滿了 對 真的圓滿 這個旅行 直了 沒有 好直 再來見到我們的導遊 就迫不及待 跟他分享我們剛才的照片 看起來很快 漂亮嗎 漂亮好 可以啊 那個是你的哈薩克族 對 對 我要給他看我要拍 我也我也 不能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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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們根本沒有在計時 對 隨便計時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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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過來架過來 來開箱我們今天的住宿 很大很大 而且他其實從外面看超級敘利亞風的 就是真的很敘利亞風 就是很破很破那種 但是進來看 他的家具都很新 你看 都很新 還很有 儀式感氛圍感的感覺 這感覺是敘利亞的感覺嗎 這感覺是他的家具有換新這樣子 最棒的敘利亞風的全身鏡 這是我在新加室友 因為我們是裝同一顆行李箱 不然真的沒有辦法六個人都戴行李箱 我們的七人座會坐不下來啊 行李箱有30公斤 對啊 來的時候30公斤了 去買就不行 沒事我們每個人都要拖運行李了 我跟你們說他們有拍到狐狸喔 近的嗎 這麼近 誰拍的誰拍的 隔壁團友拍到狐狸 在哪裡在目 這裡 河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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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可愛 超可愛 新疆當地的啤酒 烏酥啤酒 喝起來就很像生皮 18天 沒有苦的味 我們點了一個馬肉納仁 納仁就是他的麵 叫納仁 然後上面放的是馬肉 你要先嗎 蛤 馬肉 好吃欸 好好吃欸 你覺得馬肉 好 它 這都味道 它是不會馬肉 就是馬肉 它有一個特色的味道 就是馬味 馬馬味 它吃起來 它很不像煮 很像牛肉蛋糕的頭 嗯 馬肉吃起來很紮實 馬肉蛋糕咋樣 好吃 好吃 好吃吧 你們再噴個杯 噴個杯 南疆烤肉和北疆烤肉還不一樣 啥不一樣 羊 羊不一樣 羊的片段不一樣 對 那你覺得南一邊比較好吃 這有特色吧 南疆以減低為所 肉更嫩一些 它不用腌 吃的更滑一點 軟軟的 咱們這北疆羊呢 耐含性比較高 幼稚比較筋道一些 它不用腌 馬肉吃啊 吃 馬肉要吃 馬肉 對你們女孩子 是最好的 它是熱性的 女生是韓性體質 這個馬肉 會上火 是熱性體質 不會上火啊 不會上火 不會 她有吃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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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問這個姐姐西瓜甜不甜 西瓜甜不甜 天 齁 趕快腰吃 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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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我記得是雞的 雞的 雞的 那一次吃的時候 就吃羊肉了 然後太好吃了 然後還在那邊說 太好吃了我下次可以好吃 那妳這一次回去 要小心一點 好 我們在這裡 我吃哈密瓜 當地買水果 新疆的瓜果 很有名 來吃看看 大哥在幫我們選瓜 他的手法有點特殊 我們買了大哈密瓜 好吃嗎 好 乾杯 新疆 瓜果之香 他有那個啦 我想吃到的哈密瓜的味道 我們在深海吃到的哈密瓜 都很脆 很不甜 我們剛剛買一整顆 哈密瓜 30塊6毛 大概 130台幣 算貴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吃米不吃米 已經 130塊台幣 我覺得還好還好 一顆哈密瓜 而且他這裡水果都用公斤來算的 不是告訴你一斤多少錢 他是告訴你一公斤多少錢 我們剛剛除了買哈密瓜 還有買這個桃子跟杏子 這個杏子 這個杏子是我們導遊一直跟我們說一定要吃的 他就一直推一直推這個杏子給我們吃 來吃吃看 我覺得比香蕉魚我之前吃過的杏子還要甜一點 但他也不算是非常甜的 杏子 OK 等來吃這個 桃子 他不是脆桃 他是軟桃 但是 他是偏紮實的 軟桃 他是有 重量的 六天呢 第六天才吃到新鄉當地的水果 因為我們 我們導遊 每當我們想吃的時候 他都會說 我帶你們去哪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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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吃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一直到 今天吃晚餐的時候 外面就有賣水果的攤飯 就很像發財車那樣 他才跟我們說 我們可以去試試看 可以去吃吃看這樣 因為我們導遊其實 都會跟我們說 不要在景區買東西吃的 購物都不要在景區買 就是景區都比較貴這樣 他還蠻好的 他都會告訴我們說 可能我們想要去騎馬 他都會告訴我們說 我們騎馬 超過多少錢就不要去騎 然後我們可能想吃 大盤雞 他也會告訴我們說 超過多少就不要點 就是他 會告訴我們 正常的價格是多少 所以超過多少 就 叫我們不要亂花錢這樣 就不要去花那種 冤枉錢 剛剛酒店來跟我們說 停水了 其實本來 我們在出去吃晚餐之前 他就跟我們說停水 但是 他本來說10點半 會修好 已經是1點半了 還是沒有水 結果他們送了超多瓶礦泉水來 叫我們先洗臉 用來洗臉 他說水管已經修好了 所以差不多1個小時後 會有水 不知道會不會真的有水 拭目以待吧